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地狱火城墙的那个英雄模式 因为这个副本呢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可以看的地方呢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吧 呃 开始就是控制的打 对吧 这些几波几波的怪都毫无难度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这其中有一个叫这个四股 四股掠夺者这个怪的攻击比较高啊 提需要注意一点 他应该是前面小怪里面的杀手级别的 好吧 那后面其他的就正常的控制打就可以了 然后 这种狗碎手军犬啊 他别看他是普通怪 他的攻击力很高 呃 打飞踢职业基本上是 啊 我不说一下吧 基本上两下 两下死 所以要控制着晕杀或者风筝 好吧 踢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点 反正这个狗 这种非精英的碎手军犬是非常牛逼的 呃 破碎大厅里面到时候破碎大厅里面也是有的 好吧 大家应该在城墙会第一次呃 接受这个非精英军犬的教训 好 然后 然后这里都一样 这些小怪都是无非都是 控制 然后打这些呃 英雄本的常规流程 其实 没什么可以讲的 然后到一号boss这里小心一点啊 就是一号boss是巡逻的 所以引怪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这一波先打掉 好 然后我们看有一波怪是 就是这里 这里有一个巡逻 这里 这里这波怪呢 会带右边的那个巡逻的那个 那个四股留得者 引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而且这里极其容易引到一号boss 所以这里引怪要小心一点 一定要胜之又胜好吧 英雄模式下你多引啊 很容易灭 那我们这里 好像 就因为这个多引啊 灭了 重新再来 就是 总之这里引怪小心一点 呃 然后一号boss带两个小怪 然后就养一只 然后呢 集中杀一只 然后再杀boss 最后再杀了那个小怪 就好简单了 这个boss毫无难度 好吧 然后进门这里这一波呢 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它数量比较多 但一样是控制打 好吧 然后事故毁灭者 然后到出门这里 也是一样的注意 引怪 左右两边都有怪 反正不要引太多 我们又引多了 又灭了 反正这个城墙基本上面都在于add 呃 就是不熟不熟悉嘛 这个这个这个门 出门左右都有怪 呃 一定注意 好吧 这个血条的距离 开远 开正常最远距离应该是能看到的 然后小心一点 从这里进去之后 我不知道这个是最终boss 二号boss 反正他的技能跟普通模式一样 就是会召唤狗 替呢 要拉一下 那个就是残忍的军犬替要拉一下 然后其他的就 呃 其他的就 一时打就行了 他这个反叛叫什么 反叛这个技能呢 是点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呢 会伤害周围的盟友 伤害周围的盟友 就是伤害你的队友 所以中了这个技能呢 要远离自己的队友 尤其是远程 好吧 然后原生虚空是这个boss掉的 所以这个boss应该是地狱火城墙的追踪boss 但是从难度上或者流程上来说 一般都是认为那个最后的那个七龙的那个才是追踪boss 总之过来打 然后最终boss呢 它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你 第一个阶段是打人 人快死的时候呢 龙会下来 然后尤其是那个龙刚下地的时候 这个龙会对人对对人喷火 喷火之后会在地上留一堂火焰 然后就保持移动 对吧 然后龙下地的时候呢 是尤其需要那个治疗需要注意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打替会非常非常的疼 尤其是龙会喷火 然后仇恨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T要提前去接龙 以免龙去打其他人 你看这口人龙这同时在这个短暂时间是非常非常伤害非常非常高的 T就要注意开技能 治疗也要注意保住T不死 然后顺利接住之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个龙打T的话会在地上留下一堂火 然后T稍微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在箱子里拿装备 注意要开箱子 公正徽章在这个箱子里 有很多人打完这个部分 一时得意忘形就直接走了 把装备揉了就走了 每个人都要去开箱的那个功能牌子在箱子里 好了 那陈强就这些陈强很简单